- 熊哥的滋滋 -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 我是Kwazy熊 熊哥今天來到用池有沒有 - 試踢熊哥的滋滋給大家看 - 到底好不好踢 熊哥獨家引進的 - 碳纖維滋滋 - 不只暴力特色通過 - 然後呢 - 我們的這個滋滋的質感 - 也是很好 - 我們現在來踢給大家看 - 啊 - 我們前半段有沒有 - 我是放鬆機 - 讓大家看這個板子的軟硬度 - 後半段的我加速的原因 - 有點喘啊不好意思 - 後半段的速度是非常快 - 好 - 等一下呢 - 這個是熊哥代言的這個硬板 - 這是我們熊哥代言的這個硬板 - 等一下呢我們來測試軟板 - 熊哥呢現在為大家測試我們的軟板 - 非常軟 - 什麼軟板適合就是網美 - 然後呢 - 對 - 就是機械有沒有 - 它的滋度會非常漂亮 - 熊哥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 熊哥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 來 - 來 - 我們來踢這個軟板有沒有 - 我們來看它這個滋度會非常漂亮 - throttle - 可是速度會沒有就是所以 - 會不會有 - 得不到 - 膺步 - tsunami - 時間快了 - hteCON - 狮 Kingdom - 厲害吧 - 狮東 - 英雄 我們看這個軟板有沒有 我們的腳有沒有 我們開的這個幅度是一樣的 但是它夾18下 它夾18下 腳要夾18下才會到 這個17公尺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軟硬板的差別 雖然它夾的時候非常的輕 但是它夾18下 因為它不需要出什麼力 但是它夾18下 我們剛剛硬板是13下 這23下就到了 我們後半段這個有沒有 我們用最快速度的提提看 是這個軟板的速度極限 來 這個感覺有沒有 我們如何去形容這個軟硬板的這個動力的這個 傳達的感覺 就像我們在騎這個腳踏車換檔 就是那個 檔位最小的時候 你要一直轉一些 騎非常快 很多下才前進一些些 但是你不需要出力 這就是 軟板的感覺 你看我剛剛騎的 但是 感覺很多都是無做工的力量 就是它屬於比較漂亮的 它頂流可能 效能沒那麼好 但是我們硬板就是 像我們腳踏車 用上這個最高速的 你要踩很大力 一開始就要踩很大力 但是力量慢慢加上去 都是非常快 我們硬板就是可以非常快 用多少力量 它給你的反饋 是更加超過你的力量 就是很像變速器 好 熊哥的軟板的感覺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再測試一個中間的中硬板 給大家看 好,來 現在熊哥呢 還四批一鬆有沒有 市面上價格 兩萬塊的花錢 兩萬喔 市民品牌 不能講是哪一個台子 我們來聽聽看那個感覺 有什麼 來 至少 說不話 怎麼講 加速速度也錯 但是 就是 就是 我們在踢板子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你看那個影片 我們還不會放影片 你看一下 你看它的弧度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你看這個影片 它的弧度沒有那麼大 我是覺得它的板子稍微 比熊哥的板子稍微寬一點 然後因為我們在做燙結尾板 在鋪燙的時候 我們前後端是不一樣多 我們板子這麼長 可能這邊是比較多的 靠近角的地方比較板子 碳部會多一點 夾層多一點 尾端薄一點 我感覺它鋪到背段之後 都是很厚 所以它沒有這個波形 對不對 它波形起來還沒那麼大段 就連我在後期加速的時候 它也是 它跟熊哥的硬板不一樣 熊哥的硬板我們的碳部 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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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硬板我們踢起來 也是會有很大的波形 所以我的感覺整體踢起來 說句實話 真的還沒有 沒有熊哥帶進來的 熊哥帶進來的這種板好踢 舒適感沒有熊哥的好 但它加速 如果你的腳的力量夠 我就覺得 我下一趟 我再踢一趟 全力加速 它覺得它加速的速度不錯 我覺得這加速速度 我不過稍微硬了一點 我這感覺稍微硬了一點 來 我們再踢 兩萬塊的板 兩萬塊的板 而且是一般 兩萬塊的板 一般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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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熊哥 這裡有板 對 我們這個板有沒有 我們來看 你看喔 跟熊哥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你看 它這個碳板有沒有 我們來這樣子 我們抓頭尾這樣轉 你看 它這個地方是偏硬 這到這一段都是偏硬 所以我們剛剛在加速的時候 我感覺那個板子是直著這樣子在平 好 我們看這個影片 對 有沒有看到 然後你看熊哥的板 你看我們抓頭尾 我們抓頭尾 頭尾一樣都抓頭尾你看 你看 我們抓頭尾 你看 我們抓頭尾 它是可以這樣彎下去的 你看我們抓頭尾 它是可以這樣彎下去的 你看它是一個拱橋的感覺 它這一方兩萬的 有沒有看到很明顯 有沒有看到很明顯 這一段是平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很明顯對不對 好 這一集呢就熊哥實測給大家看 這集今天講到這裡囉 拜拜